11月4日下午,先生大人气演员吕云峰,在北京朝阳区明星基地举行2018生日会计粉丝见面会,生日会以起始为主题。 绿云峰自己也表示改了名字之后是新的开始,希望一个云子能给粉丝带来更温暖的自己,生日会首唱新单曲《动情演艺》感恩粉丝生日会当日,绿云峰以格子大一搭配PVC照杀亮相,造型前卫,时尚感满满,并演唱了最新单曲七始。 这也是绿云峰首次谓曲甜词,歌词中诉说了成长的故事,粉丝的支持,以及对未来新的期待,可以看出绿云峰对本丝满满的用心。 不仅如此,在见面会上绿云峰,还同粉丝一起做游戏,直指尖透露绅士气息的同时,又拥有亲切感,可以说是非常充本了。 明年代播多不细,潜力诬陷,未来可气粉丝会当运,绿云峰也表达了对未来的计划,希望有更多作品与观众和粉丝见面。 今年末期将拍播影视剧《大江道河》饰演杨素一角,饰演一个农村出来有点傻,却可爱的朴素男孩,与之前屏幕上的形象大有不同。 《大江道河》中的杨素,将会呈现一个不一样的旅云峰。 据悉,明年也将会给观众带来宫学有本,飘鸟之旅,王子力险记等至少三部影视作品。 值得期待,出道以来一直以她式的态度完成每一个角色的旅云峰,如今已经对角色表现得游刃有余。 期待之后,旅云峰带来新的作品,未来,可气。 期待,期待,期待。 期待,期待。 期待,期待! 感谢观看